那你們兩個一起寫歌就不可以互相調和 那要不要再繼續 調和什麼東西 繼續再互相的 調和更多嗎 水入交融下去 那能不能寫出一首經典歌曲 再約囉 再約啊 對啊 因為我覺得兩個 兩個平常就愛搞怪的音樂人 如果真的碰在一起 其實他們不會想的是怎麼寫出一首Hit Song 或者他們不會想的是什麼Hook 或什麼的 那些在寫歌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想說 怎麼樣玩最好玩 或怎麼樣丟最有趣的東西 所以其實那天我們很多時候 都在做這些事情 而且其實廖文強是一個 還蠻愛分享他的生活的大小事 給朋友知道的 騙我囉嗦 然後也不是囉嗦 然後他也很樂意把他的朋友介紹給我 就是也把我拉進群組 到一個那個民航機 我們在討論飛機什麼的事 他其實一直在分享他的生活 其實我覺得那個創作 如果在第一次的約 我們沒有寫出一個什麼樣的火花 我覺得最主要是 我們還不夠這麼的了解 第一次 可是其實第一次也 離現在也幾個月了 那我相信接下來應該 會有更多好玩的事情發生 對啊 而且我們又住很近 對啊 住滿近 那我會想就是 各位跟朋友就清楚是不是 分享生活 應該說 他有分享到感情的部分嗎 哦 還好耶 就是不會幫助到寫歌 那你現在感情狀況怎麼樣 幹你屁事 沒有 因為我大部分的心情都寫在歌裡面 就是因為所有的 大家都這樣講 偶像歌手會這樣講 我也這樣講啊 好 我也不知道是新的耶 可是我真的 因為像 像這一次的專輯 《喜劇人生》也好 或者是上一張的自卑 其實都是 我自己最深層的事情 應該說 我只有最在乎的事情 才會把它拿出來寫歌 那 這些東西 嗯 在乎哪一件事 因為在乎我們的音樂 或是在乎聽我們歌的人 哦 因為像《喜劇人生》這首歌 其實我就講說 我們平常這樣賣聲 賣聲 賣聲音啊 賣笑啊 然後在台上賣意 所以你是在寫自己的故事 還在寫別人 我在寫我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故事 就是我 對 搶言歡笑 然後 就算今天如果說我家裡 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我晚上要開演唱會 我在台上 我不能夠呈現那些事情 我還是要把最好自己 帶給大家 對 所以就在寫這一些 我想 敏祐應該也很有感情 可是我覺得 蘇傑哥想要問的是感情的事 哦 真的 我真的沒有想要講 因為真的沒有什麼好講 對 因為 來聽我 因為來聽我表演的 你都知道 你今天你可以問我 你想被問是不是 對 我想被問 你先等我一下 我先講完 就是 就是我 我的歌裡面的情歌非常少 我才沒有是經典的 少中的少的情歌之一 對 很多人 而且你知道我喜劇人生 這一張專輯 六首歌裡面 沒有一首情歌耶 嗯 然後 所以 感覺這一塊 真的就是我 平常沒什麼 在想的事情 因為說 別人 我就別人講的都比我好 好 謝謝